所以今年如果你的家庭的Household Income 是低於42000至45000 你最高的Tax Return可以去到4800元 所以差不多等於他們一兩張的Paycheck 所以我們已經開始了兩個禮拜 一路去到稅季 每逢禮拜六 朝九萬五 我們就在新疆服務中心那裏 就為100多個家庭去報稅 如果他們或者聽眾有這樣的需要 你不妨打電話來我們4212111去登記 他們就可以星期六帶來證件來報稅 4212111 沒錯 那個是你們新疆中心的主要服務熱線 還是只是報稅的 這個是我們一個叫做General的Number 就是你打來這個電話 主線 是的 主線 你說你什麼原因 前台的小姐會幫你接到有關部門 就幫你登記 登記了 你有個時間 變成我們來到就不用排隊 就在那個時間好像 然後就可以立即報稅和填方 嗯 剛才聽你講 之前你就提過 其實他們找工作是一個大的項目 另外就是因為他們言語的問題 我也看到你們其實是有英文班的 因為我知道很多人是很需要學英文的 學了英文才可以找到一份好少少的工作 或者做 站桌 這樣都可以 你們的英文班服務是怎樣的呢 我們的英文班其實包括挺廣的 我們的英文班有一個我們叫做Vessel 就是Vocational的英文 是專門針對某一行業去訓練他們 他們訓練完之後呢 我們就會有一些合適的僱主 就會轉介給他們去 給他們去 他們去到呢 也都我們會有一個叫做 Job Preparedness 就是說教他們怎樣去 去面試啊 怎樣去應對 甚至衣著 在不同的職業 在不同的場合呢 都有一個一定的標準 那變成他們出去 能夠給錄用呢 那個機會就會高一些 那所以我們英文班呢 就有一段是一些 是給一些人去找工作的 那我們也都有一些 就是專門為了一些 我們叫做父母 是有些parent自己呢 可能他的英文水不太好 而且他家呢 也都有一些是 我們叫做 有些特殊的需要 譬如是handicap 或者learning disability 那我們就教他英文 也都教他怎樣用computer 怎樣用電腦 那他以至呢 回去呢 他就可以利用在電腦上 就是收到的訊息呢 來和他的小孩 home班的小孩去分享 那另外 我們又有一班呢 是教一些父母呢 是有些小孩 14歲以下的小孩 那我現在都知道 現在這些小孩呢 電腦呢 就很快上手的 是的 他們現在的交通呢 通常就是 他們ICQ啊 很多Facebook啊 那如果減低這個 我們叫做代溝呢 我們就要教一些父母 怎樣用電腦 來去和那些子女 去溝通 因為有些父母回來說 是的 他十幾歲不跟我說話 但是當他懂得用 去到他的blog那裏 去和他聊天 他發覺說 他們全部 就是openly去和他聊天 他說 以前都沒有試過這樣 可以真正聊天 所以 你覺得這件事呢 就是現在現代的 我們叫做交通工具 現代的溝通方法 沒錯 那很有趣哦 譬如 當你們去接觸那些家庭的時候 你發覺 其實他們大部分是 第一代的移民 還是可能已經是第一代 就是爸爸媽媽是第一代 然後有很多小孩子大了 他們已經是第二代 就是 是不是那一類的家庭 特別需要你們的幫助呢 其實 不是 最需要幫助的是 其實我說 是新移民 第一代的 就是真的剛剛來到 沒有多久的 或者是他們來了 他們的父母呢 是英文程度不是很高 那變成了呢 這些小孩子回到你家裡呢 他是沒有什麼人可以指導他 那這一幫才是 最需要不同的服務 那有些如果在這裏 好像已經說第二代第三代 其實他們可能 他們的英文程度呢 已經相當 那也都可以自己去找不到 那些不同的援助啊 甚至是Network啊 那樣就變成那裏呢 又是容易一些是受招呼 是 是 那剛才你說到 譬如幫人報稅啊 教英文 就是你們會教英文啊 你們是大部分 就是這些的服務 都是有你們自己的員工啊 職員啊 還是多數都是靠義工啊 一般一般啊 好像有些我們叫骨幹的服務呢 資訊轉介啊 一定是一些受過訓練的員工 才懂得 整個社區那個網絡啊 哪些 哪個人做什麼 譬如好像稅務啊 理財那些呢 是真的要有這些 受過訓練的背景 但是呢 我們有好幾個 公司的program呢 就是很多義工來幫忙的 譬如每逢啊 大概11月左右 我們有個社區食物派發呢 我們就會找五千個 低收入的家庭呢 就會我們發放大概超過五萬件的食品的 我們將它裝成五千代 就在唐人街發放呢 也都在坊谷和 中國人的口味呢 所以呢 是比較受歡迎一些的 我們都和三藩市的food bank合作 變成我們買一些適合的食物呢 我們都用很低價的買進來 然後免費的發放出去 那裡呢 你想像一下 在一個早上 要做packaging 五千代 處理五萬多件食品呢 我們需要超過一百二十幾個義工 他們每年都是這麼踴躍回來呢 我們就在唐人街那個 Willy Woo Program 裡面呢 就一起 好像在工廠的蒸 就好像工廠那樣 是 像一個production line 大家都很有秩序 忙完一個上午呢 我們就一起發放那些食物 個個都做到新水新汗 但是呢 個個都說很開心的 那這個其中一個 那另外 我們有些其他的節目呢 譬如 我們新年街會 我們會 會將我們這些 不同的服務呢 都會展示 也都 順便是介紹一下我們平時 我們周末呢 都有一些 這叫做 手工藝學習班 就是中國的成結啊 甚至是 幾千年歷史的摺紙啊 他們每年新年呢 現在有一個很流行的就是 收集了那些 禮事封啊 然後把禮事封摺到 好像一個公燈啊 小動物啊 然後展示出來 那對一些 這些是想學習中國 民間藝術的呢 那些人呢 都很喜歡的 嗯 都挺有趣的 是啊 那如果譬如 就是其他朋友 或者觀眾 他們有興趣想知道更多資料啦 或者想 甚至乎參與 幫忙做義工的 那他們怎樣聯絡你 最好呢 可以打這個電話 就是4154212111 另外呢 可以上我們的網址呢 就是www.chinisenewcomers.org 在裏面呢 也都會有一個 pdf electronic form 如果你想 申請做義工呢 你填了它 直接email給我們呢 那我們就會聯絡你 那就可以 可以將你擺在一些不同的位置 會一起去為這個社區服務 嗯 還有想問一下呢 你們譬如 收義工 叫他們幫忙的時候 有沒有一些特別的 嗯 條件啊 譬如他們 一定要商語啊 要懂得講什麼語言啊 不一定的 其實呢 第一樣東西就是說 它 總之有個心 去 serve這個community 我們就可以安排到這個機會給它 無論有些 好啊 複雜的譬如 幫人家報稅 去到甚至是幫些婆婆拿些食物 啊 或者幫人去翻譯 啊 填這些form呢 是 是 什麼場合都可以用得到的 而且在現在這個這樣的經濟環境呢 我們很需要就是更多的義工來 和我們一起 聯手去 服侍這個社區 嗯